美国买房有坑有料有惊喜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房产 不搞血腾只讲数据 避坑排雷防气账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美国买房找八戒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5月4号周二 今天带给各位朋友们 非常巨量的干货福利 大家一定要认真拿笔记一下 关于各位投资者 各位在美国买房投资 或者是自住房的朋友们 大家有可能在前面几年 美联储当时没有如此低的 0%到0.25%的基准利率 大家很多3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 大概都是在4.5%以上 那么很多有一些3年固定 5年固定 7年固定不差收入的等等利率 华美银行国泰银行做的 大概是在4.875%到5.375%左右 甚至有一些中小银行做出来的利率 大概是在6%以上 那么今天八戒将奉献给大家非常重磅的福利 教你们如何降低你们的持有成本 无论是投资房的持有成本 还是自住房的持有成本 少的来说一个月少还款三四百 多的来说一个月少还款五百到一千美金 非常巨量的福利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重点来聊一聊 赶紧利用美联储现有的0%到0.25%基准利率 目前今天美债10年期税率大概是在1.52%左右 那么我们要赶紧趁着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要做一下Refinance也就是重贷ReFi 那么按照中国人的相关说法就叫做重新贷款 按照美国标准说法叫做Refinance简称ReFi 那么到底是如何操作且听八戒 一一到来我先给出以下相关CAS 教各位朋友们如何分析你们目前现有的持仓成本 然后再算笔账如何降低你们的持仓成本 那么首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对比2019年2018年或者是2017到2019 当时美联储正在处于整个的升息阶段 那么2019年2018年当时10年期美债税率 大概是在3%左右 当时大家如果是做常收入3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 大概是最低是在4.5% 高的话是在5.0%左右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案例 如果你们在2018年购买了一栋 大概是80万美元的房产 在加州当时首付按照30%来算 付了24万美金 当时70%借款借了银行56万美元 当时的利率4.5%来计算 30年期固定 那么按照当时的贷款利率4.5% 每个月的payment 本金加利息大概是2837美元 我们不算你的每个月的insurance 不算你的poverty tax 也不算你的HUI物业管理费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本金还款来算 你大概每年还款的本金不到1万美元 而你支出的利息 居然是高达0.6万到0.7万美金 基本上是1比2.6 1比2.7 那么经过三年2018 2019 到现在2021整个三年36个月 你大概还进去多少本金 整个还款大概是还进去3万美元本金 而你还进去的利息 居然是高达7.7万美元 整个还款本金在一起大概是11万美金 非常的吓人 那么按照最新今天的行情来算 今天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在0%到0.25 今天美债十年期税率 今天是在1.52%左右 那么今天八戒这边能够做出来的 Refi的这样的一个重新贷款 30年期固定的 查收入的利率大概是在2.85%左右 30年期固定 那么按照已经过去了三年36个月 你已经还进去的本金 大概是3万美元 当时2018年你的借款是56万 56万减去3万 你还欠下来大概是53万美元 那么53万重新做一个Refi的话 今天八戒可以给到最低 2.85% 30年期固定 这是一个查收入的贷款行情 那么按照最新的行情 你的每个月payment会变成2192美元 那么按照当时2837减去现在2192 你每个月足足是少还了645美元 每年12个月整整是少还了7740美元的本息 那么按照最新的利率来计算 你不仅每个月少还款了645美元 反而你每个月的本金 你多还进去了将近是3000美元 按照4.5%30年期固定来算 你一年还进去的本金 也就是刚刚好 大概是1万美元本金左右 而现在你还进去的本金 高达12300美元 而你付出的利息 每年才仅仅只有1.6万 而之前4.5%的利率了算 你付进去的利息 居然高达一年2.7万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 你这样一算 里外里差的不是一新半点 光从还款额来算 你每个月就是少还了645 但是你还进去 本金居然是多还了将近30% 而你的利息居然是从之前的 当时的2.7万美元的利息 现在降成1.6万美元利息 一年是少付了9000美金的利息 大家可以知道 目前美国30年期固定还款 这样的一种还款模式 都是在前面10年 是优先偿还银行的利息 后面10年才会有一个均衡点 一般来说是大概140个月左右 会出现一个均衡点 达到这样一个均衡点 你会看到你每个月还进去的 每个月的payment呢 是逐渐在多还本金 少付利息 而在前面140个月呢 基本上都是在先还 优先还银行的利息 后付本金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关注 你们之前前面10年 如果不做任何的refi的话 基本上都是白白的在帮银行打了10年工 你们根本也没有还进去多少的本金 所以巴结把这样一个表格 把所有的行情介绍给各位朋友们 你们自己好好的去算一算 按照当时的利率 再按照今天的利率 重新做一个refi的话 你们足足可以每个月省下六七百块钱 按照今天这样一个行情 按照80万美元房屋总价 那么按照房屋总价来算呢 2018年你们在尔湾或者是在华人区等等 是在东谷买的80万美元的房屋 按照今天的行情 如此火热的行情之下 你们房屋的估值很可能已经涨到了110万 甚至是涨到了120万美元 那么大家如果是在之前 已经是全款payoff的话 那么巴结在这里呢 又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 帮你们之前payoff进去的钱 目前可以拿出来70%到80% 帮这些钱全都给你拿出来 这样的话你们房屋已经升值 获得这样的溢价 然后我再把你这个钱给你拿出来 按照100万来算的话 你又能拿出来60万到70万美金 那你又能去做另外的一栋 或者是脸栋投资屋 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笔生意 可以非常非常好的利用你们现有的 低律律的环境放大你们的杠杆 那么到底是如何超租呢 巴结下一期节目 给大家详详细细的分享一下 如何利用现有的杠杆 把你们之前payoff 或者现在房产增值的那种溢价的部分 给你套出来 把这些钱从银行给它套出来 然后咱们去做第二栋 第三栋的房产 把你们的雪球 把你们的资产滚得越来越多 把你们的资产规模滚得越来越大 那么大家应该要知道 等等相关操作形式呢 完完全全是合乎现有美国金融体系框架的 就看你能否遇到如此精通当中操作环节的地产经纪人和贷款经纪人 又如何充分利用美国现有税法1031 exchange等等合理避税的方法 帮你进行完美避税 让你税收递盐 甚至是让你整个一辈子都不用去缴纳这样的一个资本利得 房屋增值的所得税 这都是等等相关的非常好的一些避税形式 当然专业的事情咱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那么大家听完八戒本期节目呢 是不是感觉到应该有某种形式给你进行一个相关的点拨 你就是恍然大悟 为何不利用现有的超低利率环境进行REFY 然后降低你的成本 把你这些钱拿出来重新做一笔投资呢 就算你不做投资 你每个月少还八百一千 五百六百也是合了而不为 那么如果大家有相关小进行重新贷款REFY的话 或者是想把这些钱拿出来重新做投资房的话 可以积极联系八戒 美国买房找八戒 八戒会帮各位朋友们进行充分的财务规划 财务预算 把你们整个的杠杆用到这样的一个非常合适的比例 让你们整个能够做到一点都不用掏任何一分钱 可以做任何一栋投资屋 把你们完全做到有这样一个Cashflow现金流 好 那么接着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继续往下算 那么30年期4.5%这样一个之前的利率来算呢 你大概如果你还满30年的话 也就是360个月 你们知道你们要还进去多少万的利息吗 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计算是46.1万美元的利息 你们借款是借了56万 但是30年全都payoff的话 全部30年还满的话 要还给银行46.1万美元的利息 那么按照今天REFY的这样一个2.85%的30年固定利率来算 你们整整按照30年360块还满的话 仅仅只有25.9万美元的利息 也是目前来算利息的差额高达20万美金 这是非常一笔巨量的巨款 那么按照30年来算 大家可以少还20万美元的利息 所以巴结把你们算算账 你们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 到底毛病出在哪里 给你点拨一下 你就知道你的毛病出在哪里了 那么最后很多朋友们就是要问了 我如何进行REFY 如何进行重新贷款REFINANCE等等情况 巴结给大家进行简单的一个梳理 首先按照2.85%30年固定 你需要提供过去两年的税表 也就是2020 2019年 并且要提供最近三个月W2或者是1099的公司单 当然必须要通过paycheck的形式 绝对不接受任何的现金付款 另外要有你的工作证明 那么如果你要是自雇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去完成P&L这样的一个损益表 完成这个损益表 你的会计师要进行audit 要进行审计的话 我们也是能够接受你的1099税表 那么整个的查收入的这样一个REFY的 这样一个贷款时间大概是35天到45天左右 基本上就是平均时间是在40天左右 可以顺顺利地的完成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行评估你们是否符合上述条件的话 欢迎大家加八戒的微信或者是加入八戒的微信群组 八戒给各位朋友们详详细细的算一下 好那么下期节目的八戒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根据之前华美银行国泰银行皇家银行 给各位朋友们给各位投资者所做的不查收入 三年固定和五年固定和七年固定 那么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不查收入的 这样的一种行情之下来做一个不查收入 进行降低你们的持有成本呢 是不是也是有相关的办法呢 八戒在下一期节目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么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八戒的下一期节目 给大家详详细细的分享一下 如何在之前三年固定五年固定七年固定的基础上 进行重新做一笔不查收入 三十年固定的贷款利率 也能够顺顺利利降低你们的投资房和自助房的相关持有成本 这也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八戒稍后介绍给各位朋友们 那么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积极分享八戒本期节目 包括八戒其他的节目都是相当干的干货 有喜欢八戒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美国买房找八戒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